大家好 我们现在正在去比赛会场的路上 但今天不比赛啊 今天是报道日 今天我的饮食小罗又给我变了 因为现在是一点半下午 我两点之前只要吃够120克碳水 蛋白质下降到200克 从两点以后到明天早晨 可能只有两瓶矿泉水 应该是比较干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尽可能把话 在两点之前全讲完了 看看这个表情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个东西 今天吃完了再也不吃 今天晚上有牛排吃 我要吃一个 我能找到最好的牛排 yes 总体而言 现在精神状态也挺好的 就是有一点点困 可能刚才堵车吧 堵的时间挺长的 希望呢 待会去会场报道完 能够顺利一点 然后咱们赶紧结束 大家看我们现在到了这个check-in的地方 我第一次来这种convention center比赛 这个地方很大 所以感觉我们一开始有点迷路 大家看那边全是裁判 看我现在来到了这个报道的地方 跟以前比呢人不是很多 估计人还没有来全 待会给大家讲一下 你比个赛需要花多少钱 这个张150 而且我报名晚了 还得加75 这个是照片 加上你的NPC卡 再加上你的taining 我那比赛也需要花太多钱吗 但你知道为什么做第二盘子吗 因为有个技巧 刚才说男子健体的时候 我第一个站上去 我就是第一个上场 所有的裁判都会拿你跟接下来的人比 你是站在裁判最前面的 如果你站在后面 他看不见你 他对你没有印象 所以这就是找人 我对大哥好干啊 这个话 紧张吗 第一次第二次比赛都紧张 做好自己该做的 剩下的交给别人 拿全场冠军其实很难的 根据比如说有些场人多人少 你通过运气 你可以拿很好分次 但是你要拿全场冠 就挺困难的 包括比基尼和曼斯斯 嗨 嗨 这是一个很难的 召唤我的名字 但是我们现在很好了 是 是 是 你做了很棒 谢谢 谢谢 53号 谢谢 你来吧 有点多吗 今天是我的比赛日 非常非常的激动 因为所有的能量都在这一刻 我需要得到一个爆发和释放 昨天晚上大概是10点左右睡的吧 有质量的睡眠也就三四个小时 虽然是凌晨4点钟 但我一点都不困 非常非常精神 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身心上 而且这次比赛 我没有没有非常的疲劳 也没有没有那种 特别特别难受的感受 大家可以看我以往 每次都是 啊 然后 很难受很难受 但是不代表我身体状态不好 这次的饮食 以及这次的调整呢 更适合我 所以呢 我希望我待会在stage上呢 能够展现出我最好的一面 给大家看一下我都带了什么 首先 带了点花生酱 90克左右的蛋白质 这是我的米饼 大概10每小时 1030克 除此之外呢 我待会需要去超市 买一盒乐视薯片 一包薯条 和一个汉堡 我现在就准备好 准备出发了 好 时刻不忘吃东西 我们现在呢 去这个会场中心 已经8点钟了 我有点迟到 我们现在得抓紧时间了 what a men's physique competitor pomp source everybody eating rice cake before on the steak right yeah it tastes pretty terrible but does the job kind of what's your category man's physique the novice and open boats novis and open boats yeah man here we go me too here we go 我们现在正在冲炭 他在吃 rice cake 我在吃华盛街了 今天大开眼界 这个地方吃什么的人都有 独手吃燕麦的 独手吃燕麦 这是我头一次见 你们男生之间的对话 差点要笑死 就说哎哎 我见过你啊 然后怎么样 然后你看起来好大 他说你太大 你太大 肤腔吹捧一般 做得真好 搞不搞的 他跟我都是在 siccone night 第一次下面训练的 大家看这个backstage 里面 大家都准备冲鞋 然后再去比赛 罗宝男今天要听小萝卜的 在比赛前喝一个蛋泵 大概比赛前20分钟喝个蛋泵 然后去冲鞋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冲鞋 但我觉得还有点早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冲了鞋马上上 所以我们要稍微再等一等 让你输得 510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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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азд、第五、第五、第七、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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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五、第五、第五、第十grid 大家一起去一步 大家一起去一步 到那邊 有 去前面 前面 前面 53 and 83 switch places 53 53 53 face the back face the back 1 2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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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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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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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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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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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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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今天的比赛结束了 能感谢大家来这边给我加油 每个人都浮了很多汗水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次比赛跟以前不一样的是非常非常的轻松 首先我要感谢小萝卜全程对我的指导和监督帮助 然后感谢我的赞助商协助科技 然后给我的普及赞助 然后感谢我的摄影师加助手Amber 全程给我摄影加拍摄 然后感谢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感谢我的好朋友 还包括我的粉丝们 谢谢大家这次对我的比赛关注 不管怎么样 我以后还会继续的不断进步 当然今年再不比赛了 今年就这样了 但是明年可能我还会比 各位现在刚回到家 虽然比赛最后我已经说过了 但是我还是想说非常非常感谢 在我整个这个备赛过程中 帮助过我的家人朋友 以及所有关注和支持我的粉丝们 没有你们的帮助 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这么顺利的把我这个备赛完成 所以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同时呢 我希望我的这个系列 或者是整个备赛的过程 不仅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健身里 或者是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里 而且更多的是 我希望大家不管是有任何的事 就是设立好一个目标 不要放弃 一点点完成它 现体比赛嘛 看你每天吃的东西 你每天的训练 一点一点加起来 最后累计起来 你达到这个状态 然后一个实施方 所以说这是对你这么完成一个个人的目标 最好的一个诠释 我的系列名叫做Dedication Series 现身 就全身投身于这件事情 这是我希望能够传递给大家的一种精神 但今天的粉丝福利呢 相当是以我个人的名义 规则很简单 转发微博上的原视频 三天之后我会抽两名 获得由我个人提供的1000元现金 钱虽然不多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这是我一个个人的一点点小的心意 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 同时呢 下一集 是我整个的这个Dedication Series系列的最后一集 我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 那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我的助手不仅会拍摄 还会给我解释日文 大家看到我的肌肉学院了吗 我跟你说 凯文每天白日剪脂 一天到晚吃火锅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剪的 大家赶紧说说一下吧 韩岚今天怎么这么帅 这不是穿了我们今天这个新上的衣服吗 这一季 我靠这都卖 搜到了不知道 搜到了 搜到了